現在沒有直接噴的已經跟不上流行的 應該一定都要直接噴的啦 沒有在隔革搔養的 沒有噴在外面 果車啊 勾這台啊 這台叫做阿...阿...阿律師 是阿律師嗎 到底會嗎 我不會練 他都念一樣的啊 我勾一下要試一下 這台有幾年啊 這台很新的 一般年代 要一求就賣掉 哇 它很新耶 嗯 很新啊 我先看看 上次那台 不過是有買到嘛 撩到錢 賺一碗而已 這台這台我也不敢打出大魚 我先看 要叫他來看看 你需要拿七磨魚嗎 七磨魚 你要拿我的手 這樣就可以了 我會穿 這台你看 台北你來摸一摸 一般你摸摸 摸摸 摸摸 摸掉了嘛 這都可以摸 所以為什麼看車的時候 就要看裡面 漆的顏色 這個是一樣 都要去看 上次有說過嘛 這接縫處 這齁 這這麼新 怎麼說的嘛 不懂得用七磨魚 可是就是要注意啦 哇 這也是啊 這頭上門啊 可是我剛剛發現一些 它這沒貼紙耶 有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這麼新的 我也第一次塗到 它這個都沒有貼的貼紙 看不可以洗一下洗一下 可憐 啊 其他煮到貼了 槍 沒有貼紙 我也不會 哈哈哈哈 阿流是嗎 我也不知道 好啊 就很簡單嘛 這個應該不是鐵的 這不是鐵啊 這應該是 真的耶 做鋼的啊 就看一下嘛 其實就是 漆面要看一下 裡面也要看一下 尤其是越新的 我就覺得越簡單 因為齁 假設兩塊的車 不用三訊撞到 二三五三秒 農經也不會受理好 哈哈哈哈 哈哈 那要幹嘛 泡水也不會有用嘛 螺絲就要看一下 欸 車看好了 啊小吃人呢 小吃喔 小吃人在外面唱卡拉OK啊 啊 怎麼在外面唱卡拉OK啊 哈 咪拍完現在唱卡拉OK啊 對吧 我來去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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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我 對 你排這個要懂嗎 走上啊 走上 先行告訴我今天 你穿什麼顏色 哈 你穿什麼顏色 還沒記得了 顏色是不想說 認真是猶豫 沒有啦 這台啦 幾年的啦 欸 一百幾歲 那這就新車幾乎十五萬 這樣就好了 這樣買一買就好了 減十五萬 我賺不賠 投資理財 真的 對 啊 但你走在哪裡 走在哪裡 2萬5 比較小 人家在裡面 人家在裡面 對啊 人家在哪裡 賺完幾十五萬 賣麥克風 搞太多 還減十五萬 這新車多少錢 八十九萬 十五萬 你比如說還減十五萬 八十九減十五 減三萬不夠 是不是賣什麼 你給你減三萬 七十一萬 不可以 這是一百九的 這樣減十八萬 八十九減十八 七十一 再減三萬 六十八 可以太多 這車你要賣 七十幾萬 怎麼給你賣 說我不想問你了 沒有要問你啊 一八九的 新車八十九萬 現在買你七十你會買嗎 你欣賞 太重 我給你 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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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七十一你會買嗎 一八九 早兩萬到新車八十九 這樣差多少 七十九萬 七十九萬有XR 很簡單 你買六五就好了 六五 十五萬 我們不要貪心嘛 六十五一千 應該是要七十一萬 十一千 我跟他一起看看 我們說多少就多少 夠可能 我不知道啊 看你的公立就對了 一期說六十 他把我站出來 你從六十開始說 我想賣七十 你說六十好不好 最後 不然六十八 六十三 六十三 對對對 阿不然這樣啊 大家 中間啦 好 別說我給你配啦 一人一半啦 六十五萬 成交 我會說太大聲了嗎 可能我沒聽到 沒有 他交給柯P 你看好嗎 沒有啊 沒用吧 快點 我跟你說 網友 一定很想看我試這台車 所以你一定要成交 成交 成交之後應該有機會 看到這台車 沒看到 好啦 好了 任務完成 真的公子 娘子 我超很久的 差不多幾下了 你知道嗎 差不多幾下了 我每次focus 已經叫我妹了 阿不然就像這個 你說我六十五 喔欸 十命必打 你HL 他如果要更高 我要拿錢 他說拜託 你就算六十五 差一點而已 好 快過一半 我剛才去三花有送嗎 好啊 這添加的 添加的你知道嗎 添加的什麼意思 添加的地盤 這要黏嗎 這台又是什麼 我剛才黏不出來 你看 這日龜 這叫做日龜版 阿其實 沒有啦 我沒說 你不信靠耶 你不信靠耶 非常稀少 跟日本的壓縮器一樣 壓縮器一樣 非常稀少 他這不是全數議員嗎 我記得他好像是 三十嘛 是不是 三十到一百八 好像不是三十的 因為二零二零年 才改做全數議員 有差嗎 我不知道啊 我不相信科技 我也不相信 我相信我的雙腳 跟我的雙眼 你知道有人塞那個 自動更車 自己塞車塞比較像車 是喔 塞自己拿肚子 你塞自己拿肚子 你塞發肥子 我也拿肚子 你塞車 你塞車的 拿肚子 你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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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老師推車 一台車 一頭羊巴 兩層皮 孤車你要賣多少 先減一級 老師推車 再減一級 幕後花絮再減一級 深度貨源再減一級 一頭羊巴 四層皮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 Toyota之中的霸主 是什麼車 還是Toyota 沒有 人家是日本進口的 ARIS Toyota的霸主 你確定 那那Sprat呢 那那Sprat呢 素不辣 對啊 素不辣那個路上你看過幾台 真的啦 99.9%的機會 你開在路上 你就是Toyota的霸主 2018年出廠 2019年領牌的 ToyotaARIS 2.0自然進氣做170匹馬力 雖然沒有非常的秋條 但是呢 你在馬路上 是不是可以成為霸主呢 等一下我們去試看看 可是最驚人的 我覺得他有幾個點 我看到他的數據 覺得非常喜歡 時速的走自排 有沒有 時速 越多數越好 再來一個 平均的油耗可以高達16公里 自然進氣2.0的引擎 可以做到平均油耗16公里 跟變速箱絕對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車 我也是第一次看 這個我們要謝謝柯P 有給我們這個機會 可以試到這台車 走我們去看一下這台車 長的樣子有沒有怪怪的 走 你看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頭燈真的 跟這個大型的氣霸 我覺得真的做得不錯 憑良心講 Toyota坐車很難做到 能讓我們滿意 因為畢竟 我說長相 我自己 因為Toyota訴求 我覺得他從來就不是說 有多快有多猛 有多強有多炫 是什麼 妥善率 要錢不要命 不是不是 但是這一台安全配備也不錯 欸 Tanga底盤 我想Tanga會不會被搞 可是我覺得TNGA 念起來就是Tanga 不是這樣嗎 好啦 反正這個底盤是這個鋁合金 新一代的高剛性底盤 我等一下看一看高剛性底盤 到底有多高剛性 好不好 不是還是站在高剛上 呵呵呵 欸你看喔 他把這個後照鏡抓著對不對 他就這裡用一個媽的蓋子蓋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 你問我 你問他 他為了要增加可能是 減少你的那個視野的盲點嘛 所以才把後照鏡移出來 可是這裡用一個蓋子蓋起來 是不是等於是 藍拔跟爬藍 偷褲子放屁 欸這個車其實還滿低的喔 你看我號稱180公分 欸我盲點喔 一台車旁邊又畫著一台車 欸這側面的這個 側裙的線條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而且我跟你講18吋鋁圈 這才叫性能車 哎唷 雙色鍛造 原廠就配18吋 對啊原廠就18吋啊 坐看看這個椅子舒不舒適 聽說後座是悲劇啦 我等一下進去齁 你看這很特別耶 我沒有看過杯家坐在這的 真的耶 很少看到杯家坐在這個 把手上的 這個我覺得還滿新穎的設計 新穎你知道 彩虹新穎新東拔 哈哈哈哈 哇你看這有魔道 啊啊啊啊 多批是我們檢查到啊 真的 啊那麼新的車有魔道 扣錢耶 這樣來不及了吧 來不及了啊 個人都走了 錢都拿了 錢都拿了 都過戶了 它這個一定是為了要平整室 你看它這個那麼高有沒有 我覺得它一定是因為這個要趴就要平 有沒有 平整室了 唉唷 這邊只剩下這樣子 我看 一個直角三角形的距離 空間變小 這這樣很白爛耶 Kiss的時候都講過 你看你這邊打開 幹這麼深啊 膠大一個 你看這有個鉤子 對不對 它這個拿起來你可以勾在這個上面 你知不知道這個設計 現在知道啊 哈哈哈 唉你看那麼深 然後這個 不利弄做這麼厚 愛之深 則之切 就是這樣 真的很深 為什麼為了要平整 然後你把那個空間變這麼高 你把它做矮一點 你不就可以放更多東西了嗎 平整有那麼重要嗎 泰山 有強迫症的人 覺得還蠻重要的 不是啊啊你這樣 每天你開後車廂 在觀賞你的後車廂嗎 沒有啊 後車廂就是容量大就好了嘛 那你也不可能說 喔好平喔 我的後車廂好平喔 喔好開心喔 不可能嘛 那你為什麼要墊那麼高 犧牲那麼多的空間 然後就為了 然後你看剩下這樣一個三角形 這個真的裝不了什麼東西 你如果稍微 這麼高的一個 一箱 比如說熱水壺 你這個一超過 你門就關不起來了 你推到這邊就頂到了 反正橫數 你還是要把它趴下來 是你如果 把這個高度降低了以後 你搞不好熱水瓶放進來 一用箱子 它就低一點 那你就可以關起來 你就不用倒這個 你知道我要表達的意思嗎 你比如說像他現在這樣 我躺著有沒有 躺在這邊 門就關不起來了 或許他做低一點 我躺在這邊還關得起來 但是他現在這樣 我躺著 門可能會關不起來 他原來也不想要 要裝一個人在裡面 好啦 反正我計時完了 我其實蠻難得會去 稱讚TOYOTA做的外觀 可是這個車我坦白講 它開在路上 的確是會讓人 想要多看幾眼 所以我一直在想著 坐二手車就有好處 我就一直看他看 我說中一天我就是會買到 新的時候 我們不用去跟人家搶 出新的時候你去跟他買 不好意思喔 現在要等三個月喔 我想要買白車 不好意思喔 白車要等半年喔 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 沒有喔 我們現在還沒有折價喔 我可能送隔熱紙喔 對不對 剛出的時候 哇你去搶 沒有喔 不好意思喔 要買ARIS的話 要配一台ARIS 我們才賣喔 手錶就是這樣 你要買一隻水鬼 他說那你要配一隻地鐵的 配錶你有沒有聽過 有啊 所以喔 有時候買車搶前面真的 不一定是好的 還要被人家渴 價錢也講不下啦 配這個配那個 還要排隊 買我們的中古盒就好 等到中古盒時候 70萬要賣不賣 不賣是不是我去別間 換我們秋條了啊 對啊 那有錢是老大啊 剛出的時候有貨是老大 跟大家分享 這是自由經濟市場的一個盲點 盲場 好啦我們坐進去看看 我先試一下這椅子大不大 我先把椅子調到我的尺寸好不好 差不多耶 差不多耶 看這最低了喔 這椅子我覺得有點高 不能調下去了 不行啊這最低了 只能再高而已 老漢划船 對啊這最低了 然後這是電動腰靠 這個電動腰靠是比較基本的 頂出來跟縮回去而已 縮揚 它沒有辦法調整你的高低 高級車做習慣就是這樣 應該那個那顆腰靠應該還要可以調高度 因為每個人不一樣高啊 有的人腰在這邊 有人腰在這邊啊 穿高腰褲拉到奶頭下面 你像我們的柯市長 那西裝褲又拉到奶頭下面 每個人腰位置不一樣啊 所以這個要上下可能會好一點 好我去看一下後座 這個後座的門的開度齁 開度這麼奇怪 開度最緊張 門的開度很小啊 我不想進去 我可能不要進去 但是讓你拍一下就好了 很難做 對啊沒有後座出風口 哇真的很蠻小的 因為喔為什麼不太想進去喔 你以我身材 第一個它這個開度 我就不太想做這個動作 因為上去OK 我覺得下來應該也會很累 上下車我覺得真的會有一點辛苦 尤其泰山這種 旁蘭大霧 跋山倒數而來的這種身材 看我做這種動作一定是哀哀叫 好我們就不要做了好不好 給大家示意一下就好 可是我覺得看你怎麼想啊齁 我覺得這個車你如果把它當作 原本應該是雙門小鋼炮 可是呢它大發慈悲 多做兩個門 讓你偶爾可以拿一下包包拿一下東西 你不要想著這個車買回去是要載人的 就跟你買Z4一樣嘛 你Z4還是敞篷車 2加2後面那兩個椅子 你想載人嗎 沒有啊 它只是給你放包包放東西而已 所以買這個車你就當作 你是要買雙門小鋼炮 這樣你可能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你如果要買回來當孝親車 我跟你講你會叫你老婆老婆 嚇死了 真的啦 每上下車一次就嚇你一次 我就已經覺得很不想上去 這老人家你覺得他們可以嗎 看你怎麼想 好啦差不多這樣了啦 走啦試車了啦 GoGoGo 看它動啦 欸它這個音響好像換過的喔 安鎖的電子手煞車 它是按下去解鎖 它是按下去解鎖 按下去解鎖 我打P檔 放煞車 欸它自己鎖起來了 自己拉手煞車耶 帥 它這個有跟車耶 半數域跟車 電壓表 胎壓偵測器 自動頭燈 恆溫雙恆溫 但是沒有後座出風口 因為基本上它這個就不是要針對後座 然後這個是電熱椅 戴在滾 這個車縫線 就跟Yaris一樣 Yaris我記得好像也是這樣 啊這什麼 欸我看這有燈耶 喔Airbag啦 好啦出發了 看一下TENGA底盤 喔SPORT耶 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高級TOYOTA 不是LACOS喔 這是真的是高級TOYOTA 那現在這一代的那個TOYOTA 好像都用藍燈 以前用藍燈覺得蠻chill的 可是現在藍燈會讓人家感覺 稍微有一點廉價感 個人感覺 個人感覺 你現在很怕被幹掉 你是不是有多怕 我們現在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講話還是要保守一點 很多網友說 哇小師有時候 車開了一直去 老司機一開車就抓不住了 沒有黃標啊沒有關係 不行不行 走啦走啦 起步加速的這個感覺齁 我坦白說 以變速箱來講 我自己的感覺啦 跟那個我剛剛稍微這樣 0到40的這個起步啊 我覺得沒有上次FOCUS 讓我覺得那麼驚艷 當時那個FOCUS真的油門也很滑溜 然後那個整個加速啊 變速箱的那個 滑順程度啊 我覺得真的有讓我嚇到 還是說可能我這個 前置的刻板印象就是 我開的是FOCUS 所以它表現出來不是FOCUS的那個樣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喔喔喔 有沒有 這個有時候你花1500塊 去TK那種 還是那種 常在賣豆干的地方 你就覺得說我來花這1500 就是就這樣 突然欸 喔喔喔喔喔 有沒有你知道那種感受 有沒有得到那種8000塊6000塊的服務 就類似那種感覺 我也只能想像 對我們先入圍組嘛 就覺得啊FOCUS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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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KOTA好開是正常的 是不是 起步輕快應該是要是正常的 所以當它沒有到達那個感覺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覺得 欸還好嘛 不過齁 雖然起步覺得沒有那麼滑順 但是到了中速的時候 大概在60左右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加速度就還蠻不錯的啦 帶速感受到很輕微的震動 對啊有一點 有一點 所以上次FOCUS也比較穩 我等一下多過一些坑洞 了解一下這個底盤 我覺得現在錢越來越難賺 流量越來越難撈 拍半天啊 流量不好也不太好 我們就憑我們自由意志 來試一下這個車子 這個壓縮機啟動 手動有點大 可能我們對它太嚴格了 不過隔音喔 我覺得還不錯喔 它這個底盤過一些坑洞 行路質感我覺得還不錯 不過這個車開起來 如果眼睛閉著開 他還真的不覺得是Toyota車啊 這是真的 那一般Toyota車開起來會是 空空的 會有種空洞感 尤其我跟你講喔 Toyota後包括這個 Artist啊 大概我們常接觸在17年左右的那一批 還沒有改這個TNGA底盤的 因為我也良心講喔 TNGA底盤的Artist 我還沒有開過啦 那我的印象停留在大概3年前 在2017年左右的那個Toyota有沒有 它的方向機啊 開起來的路感啊 很空虛很不明確 除了很不明確以外啊 另外你還會覺得說不紮實 它方向機回饋給你方向盤的這個感覺啊 你會覺得有點空洞 但是這個新的底盤 搭配它這個方向機 我覺得開起來沒有空洞感 欸太太你覺得像這種車 常常在講 哇這個車還要賣到70萬 這台車我覺得 柯P買65萬 那回來做一些簡單的保養什麼啊 因為這車也原廠在保護當中 可能開架啊 MAYB會在71萬8千吧 我打算是這樣開啊 賺大概一成吧 那你覺得啊 很多人就會說 哇這賣到70萬以上 我寧願去買新車 新車又有全數譽 可是買的人喔 其實我有去問過他們說 欸你不會覺得這差的很少 才差十幾萬而已 那你為什麼還買這個車 還有那個Focus 柯P買那個那麼新 對啊 我後來喔 從他們的身上理解到一個 他們都說 不要有窮人思維 其實我發現喔 會來買這種這麼新 一年車的人啊 都是有錢的 我有跟他們討論過啦 不是我說的 他們說其實會這樣 哀哀叫的齁 那都窮人思維 為什麼叫窮人思維 很簡單啊 因為窮人思維就是 我買這台車要開很久啊 對啊 這台車我們先講 你如果買新車 88萬 很多人說可以便宜幾萬 便宜幾萬 好沒關係 都給你便宜 好我隨便算也要八十幾吧 一定要過八吧 你買八十幾之外呢 你新車啦 知竊險 你至少要保乙事啊 要不然也要秉事嘛 這個又講到第二個窮人思維了 你為什麼要去保秉事跟乙事 你這把窮人才需要保險 因為他怕壯到沒錢賠嘛 對啊 所以有錢人他不需要啊 他只要保秉事就好啦 超過秉事他自己有錢負擔啊 你還要等車 然後去跟業務 一次兩次去洽談啊 你可不可以殺價談價錢什麼 好啦 你終於買了一台新車 八十幾萬對不對 我們就與其不論 你還有沒有選導航什麼 我問你啦 假設 那人家來買這台車70萬 他買2019年一年車 然後他省了18萬 19萬 好那一樣三年後賣掉 你們兩個價錢一不一樣 一樣 但是呢假設三年後賣50 你虧多少 你虧快40萬 這個有錢人虧多少 虧20啊 他買70 三年後剩50 他虧20而已 那請問一下有差嗎 誰比較賺 那第二個假設你說 我沒有三年後要賣啊 我要開到報廢啊 這台車你開15年報廢 那跟開16年報廢有差嗎 沒差啊 所以這個有錢人他少開你一年報廢 他15年就報廢掉 你開16年報廢 價錢有差嗎 沒差 他也可以16年報廢有差嗎 沒差 沒錯吧 因為一年就是我們常常在討論的問題嘛 今天一個女孩子啊 你覺得17歲跟18歲有什麼差 有差 因為會犯疤 哈哈哈哈 不要講得那麼微妙 對不對 我們講19歲跟20歲有沒有差 沒差了吧 都是年輕的吧 對不對就沒差了吧 17 18不行喔 對一定要18 這一年很重要 好不好 叔叔可以等你長大 哈哈哈哈 好回歸問題啊 反正就是開到報廢也沒差啊 他還是買的時候老了你一年 所以他修車的錢要花比你多嗎 也沒有啊 因為這也是靠每個人的這個照顧的方法啊 你使用的程度啊 頻率等等的都是一樣的嘛 所以15年報廢16年報廢 或一樣開16年 他也不見得要花比你多錢修啊 好再來一個 有很多人啊 假設你去買新車啦 80幾萬90萬 你貸款 得更新車才差15萬而已 我要全數譽 結果你去貸款 一個月要還1萬 你知不知道差10幾萬少還一年 你知道一年可以做多少事情 一年從一個金子卵子已經可以蹦出 變成一個小孩子勝出來了 所以 有的人說啊10幾萬 哪有差的話要新呢 可是10幾萬貸款的話 一個月1萬 你也要還一年多呢 怎麼會沒差啊 所以為什麼那些有錢人 他們在講說什麼 窮人思維 有錢人的思維 他們是用這樣子的想法 來買這一種 比較新的車子 所以齁 這世界真的很不公平 啊我不一樣囉 我會來買這種車是因為我沒有錢 我就只有這麼多錢 我不想買新的 啊因為買新的 我一買回來就變舊的了 對啊 所以我們這人就命件 我們一輩子都只能買舊車 要在這個行業也都二手的 我老婆說要玩那個動物資深 要買switch 我說啊你要不要問他朋友 有沒有玩膩的 買二手的就好了 我都只能簡單用剩的 我還是一個良心話講 真的你如果有錢買新車 我覺得都很棒 但是喔有時候我們在做這個行業 我自己有時候都覺得 我現在在劫富濟貧 有沒有那有錢的人 你買新的沒關係啊 那你折給我啊 對不對 我們也是接手人家 折給我們的錢 那我都沒錢啊 沒辦法 對我來說如果買新的 涼涼的 我也沒差 沒錢的人我們就買回來爽一下 像我現在就 被我逮到機會 買這台車回來試看看啊 要不然我們新車 也沒有人會給我們試啊 我們每台車都自己花錢回來試 那我們才可以真實的表現出 這台車的優劣 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喔 理想的狀況都是 差十幾萬 差十幾萬 不過當然也有很多人 他有錢沒錢 是一回事啊 他有處女情結 對不對啊你就買新的 但你如果交女朋友 你有處女情結 我看你可能要先去幼稚園找看看 對啊 對啊 你永遠找不到老婆啊 因為有處女情結啊 現在什麼時代了 好啦 不過車是可以的啦 你看到後面載一隻小狗剛好 有沒有 你不要當作家庭房車來看 你就當作這種 雙門小鋼炮 載著老婆 我覺得齁 要放嬰兒座椅都有點痛苦 因為你要把嬰兒搬上下車 其實都有點累 所以齁 你還是單身比較適合 當作自己買一個小跑車 泰山這樣夠剪兩集嗎 哈哈哈 夠喔 夠剪兩集嗎 可能剪三集都可以 可以嗎 真的假的啦 一集五分鐘 可能每看三十秒 就一個廣告 這樣不行啦 加速一下 加速一下 所以我常在講一件事情 其實有時候底盤 真的不是只有避震器這麼簡單 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車底盤不好齁 然後改個避震器底盤就會變好 其實很難 因為它真的跟整個鋼性結構 都是有關係的啦 所以當你把這個底盤的鋼性加強的時候 真的我們開起來就會比較紮實 雖然齁 過坑洞的時候有彈跳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不舒適 這是真的 你如果把它看成這個是一個 日常生活在代步用的 因為我們現在年紀到了 對於這種舒服不舒服這種 很care 好像沒有試到比較速度快一點 那個跟車就不是了 跟車沒什麼好奇 沒有其實我是怕我暈車 沒有辦法跟車 我真的是不信任科技的男人 我們這個是D4S鋼內直噴的 這個就跟我們上次 什麼時候講過你知道嗎 86 它跟SUBARU FA20的那個引擎合作 Toyota出的技術就是這個鋼內直噴的技術 現在的車大家都鋼內直噴的 現在沒有直接噴的 已經就根本上流行 現在一定都要直接噴的 沒有在隔靴燒養的 沒有噴在外面 我說是引擎你想他哪去 以前的引擎真的就是這樣 它是在外面混合的 現在就直接在引擎裡面 點火棒棒棒 有沒有爆炸 再講下去的黃標 大家不要再深度探討這個問題 這個應該是7顆安全器腦 還有加上西部的安全器腦 就是說2.0的車 它現在可以坐到平均16公里 科技一直在進步 真的是這樣 你大概在不到10年前吧 你2.0能坐到10公里 已經算是媽很屌的引擎了 雖然這個馬力還是差了點 我之前講過嘛 1公升100匹馬力 但真的也沒有1公升100匹 沒有啊 這個2公升才170匹 所以等於是才1.7匹而已 你要像8.6匹一樣 2.0匹要坐到200匹 算是我覺得引擎做得蠻屌的 M3有沒有 3200cc 對不對 321匹馬力 那種引擎就馬力還會坐 老走 這方向盤也是算細的 它握起來感覺 脫通 脫通 而且它現在這車線用白色的在擺 對 那種不車紅的 欸你看這皮稍微翻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 欸對 這個收邊收的 沒有收的 我本來剛剛第一個想說 是不是因為它給人家 換音響什麼 可是我後來看一下 好像關係不大 應該跟這個邊框沒有關係 這應該是收邊沒收好 欸我們不是他媽的故意撩 我是剛好看到喔 欸幹什麼每個人都說 啊幹你這很可憐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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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沒有在嫌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覺得說 看到什麼就跟大家分享什麼東西 跟那個Kids有沒有 像廁所燈 這個就沒有了 對不對我們是有什麼說什麼 這個真的沒有 它這個方向盤轉向我覺得還蠻靈敏的 但是它有一點點的虛位 大家知道什麼是虛位 就是轉了它沒有跟著 沒有力擊 對因為喔 為什麼我很明確的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昨天才試207GTI 207GTI一轉就動 可是你看我這轉一點點其他不會動 有沒有看到 嗯 對不對我現在直線 我方向盤其實轉一點點 你有看到 有啊有啊 其實它不是立即會做反應 但是那個我 當然我不是說拿它跟207比啦 喔幹喔 我每講一句話我都要解釋一次 我要表達的只是說 它其實它有一點點的虛位 所以像越虛的這個方向盤 應該它的圈數就是越多 總圈數 但是我們每一台車都來轉圈數好不好 這樣會不會很無聊 這好像是新車柯品應該做的事情 對啊 修車走不好一次的都不準 不會啦 圈數是固定的啦 總圈就是它從最左到最右 要可以打幾圈這樣 那跟新舊就沒有關係 那是設計的關係 圈數有差 每個車廠做的圈數不一樣 所以有些車迴轉要打得很累 好加速一下 好啦我做總結啦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這樣它的油門的順暢度 馬力開起來真的都非常的夠用啦 我感受得出來它的加速度也 在中一速的時候還蠻不錯的 因為它這樣子的一個新的底盤 我覺得開起來是真的是有感啦 如果說Toyota之後的底盤都是這個啊 那我可能我一定會買新底盤 不會買舊底盤 除非是我要錢不要命 不是啦 除非是我想省錢的話 這個底盤我覺得真的還蠻讚許的 難怪齁 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很多車評都戰身連連 那尤其這樣的底盤齁 更可以加深我們過彎的一個信心 我很有幸齁齁 在我這20年的開車生涯裡面 中古車生涯裡面 可以看到Toyota的底盤齁 有這樣子的程度的進步 可是我覺得齁 Toyota這個品牌很厲害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跟我們買二手車 大家來找小師買是一樣的意思 你想買這個車你只要去判斷外觀內裝 合不合適 開起來喜不喜歡 其實對於它的妥善率後勤的部分 你其實都不用去琢磨太多 所以你可以很直覺性的去買一台你喜歡的車 不像你啊 你今天你想要買Toyota 你想要買獨特的車子 你想要買某些品牌的車子 你就開始要擔心說 會不會兵務箱很容易壞 會不會壞掉沒人理我 會不會修很貴 會不會拿不到材料 你要考慮的這個東西是不是就相對很多 所以一個品牌經營 經營的好很重要 你是一個老字號或經營的久經營的好 人家自然而然 他在你這邊花錢的時候 他比較不用擔心那麼多 他可以直覺式的購買 我們有幸經歷過這麼複雜 我這個年紀 經歷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事情的年代 看到Toyota的底盤 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那種 讓人家覺得 開那個車就什麼旅貫車啦 要錢不要命啦 真的啊 對不對以前大家的感覺就是這樣 那我確實啊 我自己也講啊 我在開Vios的時候 開那集的時候我會講 你真的你的人生 你就是為了要 不想花太多頭腦在車上面 然後你要節省經費 然後你停車可以亂停 然後要好照顧 妥善率高 要維修便宜 對不對 你開Vios沒錯 那我們經歷過這個年代到 現在他的底盤有這樣的進步 我覺得對於我來看這個牛頭牌來講 我真的覺得是蠻不錯的啦 不是說他不會坐車啦 其實我覺得不能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很多車廠 你不能說他不會坐車 或不懂坐車 其實因為有成本考量 還有他們的目標客群 跟他們的Target是什麼東西 他這台車出來 是針對什麼樣的族群 對不對 他們要賺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有時候齁 就是在於這個愛情跟麵包當中 你要取得一個平衡點 那今天這個 拉提賽的影片 啊不是啊 那個Toyota ARIS試車的影片 今天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這個 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鼓勵我們做出更多 講幹話的影片 好不好 到這邊啊 拜拜 字幕 Sabb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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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冠 有酒跟.. 有酒跟人不買 這好像很難的 酒鴻爪 酒里山刀 山門 南坡兩 飛行家 全老闆 你要什麼老闆 我要做老闆